北方有个牛叉道不行的金山爪 跑到佛山来不停的踢馆 开完这个做那个 最后听说叶问是这里的第一高手 二话不说跑到叶夫找事 打什么打呀 你当我们家属无管呢 当然那是1930年代的第一步剧行 一黄眼就过去了半个甲子 到了1959年的香港 邵永成患上了癌症 这下活不了多久了 一心铲入兼饿 没有供服骨家的叶问 这才明白到自己最遗憾的事情 是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 在医院等候时 正在翻报纸的叶问 读了报上一段笑话给永成听 某人可大家吹嘘自己不怕老婆 而谁要怕老婆就坐到左边 又大家都坐了过去 只有那人没动 大家问他为何不坐过去 他说我老婆不准许我去人多的地方 听完妻子就问了 那你怕老婆吗 那还用说吗 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 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不过这活老婆就看到了 那个硬着笑话的包的头条 正是这两年凭借一代宗生理的马三 迅速学起了张静 饰演的专天志 像同盟师兄叶问下了战书 要一争谁才是永川正宗 这种事情叶问看到了 也只能默不作声 老婆看见了却把他给记住了 不过永川大战的当天 叶问并没有去应战 还是妻子跳舞呢 这就叫毕格 你说打我就打 我可是主角啊 叶问曾经担任了和老婆跳支舞 但天天念叨舞 连日子都记错了 老婆病重了 是他临时抱风脚 去跟自己的徒弟李小龙学习 放下鼻舞陪妻子起舞 但他没能舞完人生的 最后一曲就直接运倒到地了 老婆住院 叶问无非不智地召过妻子 但老婆呢却写了分信给张天志 但叶问约对方完成微镜的比武 他梳妆打扮 和叶问一起拍照 一起回到家中 他问叶问如果不认他生病 是否会去应战 叶问也够直白 会啊当然会了 总成说这才是他爱的当个叶问 他感恩于他的体伴 但他知道他属于众人 也属于时代 而他之所以爱他 这是因为他是叶问 如果他不再做好叶问的角色 他的爱并不在了 听完这段台词 瞬间让我有种 马力苏负起的感觉 之后变了那幅 黄金比例的构图 叶问正在黄金风格点上 打着涌春前的不仁装 又算是墙上运开的 黄金色夕阳 再往后出镜头 是妻子张有成坐的位置 叶问打败了张天志 而在一旁偷偷观战 但老婆没有来 他坐在了门外 一如第一部 叶问大败金山掌 但导演给他揪心的表情 来了一个特辑 他比经济爽成的叶问 更关心他的生死 所以不忍心看到 可能对自己老公 带来的伤害与无影道歉 但他依旧选择了成全叶问 在2010年上映的叶问2中 全篇的大boss是 新疆拳王龙卷分 代表华人与中国武术的叶问 比起在类台上 打得难解难分时 老婆也守在录音机边 听得心惊肉跳 叶问打赢了 老婆露出欣慰的笑 必须也让他们的 刺死叶症 在此刻顺利成量的诞生 老婆基本看不见 自己丈夫与人打下的场面 三部电影里展现的 都是持家形象 半生的张天志 一肝自打烂泳川正宗的匾格 说自己不是败不支持的人 但叶问回过头只说一句 最重要的还是身边人 大家对比的是 男人心心念念的名利和地位 今女人更关心的陪伴与安好 而赢得比武的叶问 说出了上述那句 寓意着家庭幸福 与爱人厮守更胜一筹 而张天志所代表的男性追求 突然又置了起来 全片都没有交代他的妻子 而泰克郎子之间也互以 师父徒弟相称 除了他儿子被绑架 等少数生死时刻 听试了正是其对名利的追求 已成为其生命的全部 片中有一幕 老婆自问自答 就不知道为何女人被造了美 因为要让男人爱 为何女人被造了蠢 因为要爱上男人 好一个蠢子了得 编剧这是要身心啊 虽然人是典型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虚实结构 但对这样一部商业片 也不必太过苛求 中文三的广望宣传上 一直把拳王泰僧当作噱头 相信不少人购买入场 期待看到的都是 宇宙最强政策单 大战泰僧的热血场面 但饰演地下拳装老板 泰僧出场并不多 但以他的技术 绝又不能是 两个镜头就能够领便当的龙套演员 所以导演就安排他成了 全片最大的彩蛋 通关三部夜本 一部将近两个小时的武打电影 打戏自然要多而精彩 后来上也要层层递进 第一部先是十位日本空手道黑带 都是日本将军三谱 第二部则先是红金堡 然后才是打败红金堡 面试中国武术 事业拳王龙犬分 上两部要么是在 佛山打败入侵的日本军人 这份民族主义 要么是在香港打败 爱种族歧视的洋人 代表一通人格不分贵贱 当然相互尊重的政治言论 另外爱着地下拳装老板 泰僧赚钱 一位成为亲眼龙丁 但泰僧只要求夜闻 在三分钟内不倒下即可 之后加杂着无数玻璃的破碎 看下镜头的跳切 最后一幕是两人 各切中的对方要害 而闹钟也时时响起 既然导演考虑到 本篇设计的票房贵人泰僧 在西方势力的地位 政治最正习的做法 是两人打合 泰僧也有风度的 让叶问走人 守住自己的承诺 果然好心机 这种种安排都淡化了 前两部浓郁的种族 民族国家的大叙事 让电影回到了个人层面 也因此让叶问 在家庭和社会 这两个归属上 出现了细腻性的张力 电梯破兽斗 似乎是全篇最精彩的打斗 不是泰僧 也不是最后与张天志 而是与无名无姓的泰国杀手 在医院电梯内发生的困兽斗 那时老婆还没有住院 当叶问带着他看完 并搭上电梯准备离开时 电梯门一如所料的 被一只可怕的手拦住了 当过杀手进入电梯 拉上闸门 让小小空间内的恶斗一触激发 泰拳和永春 都是竞争格斗的无意 其中几拳都是 叶问为其妻子打开攻击的特写 然后推开门出去接着打 在电梯达到地下前 窝人顺利被打跑 而兴步长山的叶问 就拼拼出去拉开闸门 引起掉在电梯内 地板上的药包 牵着妻子的手 款款离去 典直就是装逼利器啊 对于女性观影者而言 这估计是被保护于 完全被满足的一种镜头啊 真子弹无疑是靠他 塑造自己的铁汉柔情的形象 叶问三保持了前两集的年代感 穿紧线色的配乐继续沿用 只是这集舍弃了 煽动观众情绪的民族主义 正正回归到叶问人物和家庭本身 大爷设计的这场动作戏 是保持了系列水准 船长以一敌众是为了救子 电梯对战泰拳手是为了保护妻子 和泰森的三分钟对战是为了保护学校 女章近比武是为了 随时永称正宗正名 最终和平收场 而结尾叶师傅的一句 其实最重要的是身边人 也点出了本期的主题 宗师回归家庭